加州在全美是出了名的大方 自疫情后 州政府的救助金也是一轮一轮的发 其他地区的小伙伴表示非常羡慕 这次沃山基县带来了非常令人兴奋的消息 此线计划开启全新保障收入项目 会随机抽取1000名当地居民 每月1000美金 一发就是三年 我的天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神仙好事 据悉 此计划是由威尔明顿的非盈利性社区 和宾夕法明亚大学 保证收入研究所中心合作进行 资金来自联邦政府的疫情救济金 其主要目的是通过给当地居民发钱 来实现保证收入计划 从而消除该县部分地区贫困的现象 详细计划是将从所有符合条件的申请者中 选出2000个低收入家庭 每月发1000美金 持续发一年 或者选出1000个低收入者 但连发三年 并且一旦申请成功 申请者可以随意使用这笔钱 不附带任何限制条件 目前该计划已经开始接受申请 4月13日为截止日期 那么都有哪些人符合条件呢 一、申请者必须年满18 二、必须是LA County的当地居民 但必须居住在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LA County中位数的社区 三、家庭担任年收入低于56,000美金 或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96,000美金 且经济上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四、此前没有参与任何其他公共保证收入计划 这个项目针对洛杉矶县的所有居民者 并不仅限于公民 为了便于申请人申请 该网站还特意设立了多种不同的语言版本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不错且人性化的项目呢 此外,有没有小伙伴跟小编一样 好奇自疫情以来加州到底发了多少纾困金呢 加州纾困金名为金州纾困金 据悉,目前除了联邦政府发放的三轮纾困金以外 加州州政府还额外发放了两轮 第一轮600或1200美金 子女额外500美金 第二轮600至1100不等 算上美国联邦政府的纾困金 加州居民已单身为一个家庭单位 大概共收到了4200美金 四口之家则是6500美金 对于纾困金这个问题 大家看法不一 有的人认为是好事 有的人认为不停发钱 会鼓励人们不去工作 对此,你怎么看呢?